China Town 这边有一个中国城超级市场 其实China Town 并不大 感觉就是一个小街区 在这个盐湖城 应该说是这个位置在市中心往南一点 那边挨着再见的也是一个叫什么顺发广场 应该也是产产产产的一个地方 这正在见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个大牌楼了 背后就是全山 基本还是不错的 去中国城超市里面逛一逛 那总体来说这儿的物价跟加拿大差不多 这个中国的各种调料都有 货 总类还是很齐全的 我一般去中国超市主要是采购各种各样的这个中国调料 别地方买到 从这儿这个超市 各种各样的物品的种类齐全的程度 那你就知道 这华人应该不少 各种调味品 中国独有的 应有尽有 而且摆的满满当当的 说明生意不错 大白菜 六毛鸡 一磅 逛这中国超市的人还算可以吧 不算太多 而且大部分的确都是华人面孔 这旁边两个粥都产这个土豆 跟这个番薯 所以这儿的土豆番薯 基本上价格都是很实惠的 不超一块钱 哇塞 这大冬瓜 好大的个儿 这加拿大很少冬瓜有整个卖的 哎 来美国 哎 这有钱人就是 比较大气啊 冬瓜可以整个买 整个卖 这就是派楼所在地 柴子上的派楼所在地 这两边呢 其实就是各种各样的餐厅 这是个逛吃逛吃的地方 感觉像中国人开发的地产项目 哎 对 商业地产项目 集中租给这个中国人 进行各种各样的生意 嗯 基本上餐厅为主 没错 这是咱们华人比较擅长的 但在拆拆趟这边有一个很著名的台湾人开的哈 嗯 哎 甜品面85度 不错 我们也来品尝一下 盐屋城议会大厦前面这个公园 遮天逼日大树哈 绿草如荫 小桥流水 休闲的好地方 不错 所以你说这个我们叫这些仙区们啊 嗯 这个带着人们到这里以后 开疆阔土的也是 付出了很多的艰辛 是 对吧 把这环境整治这么漂亮 这个城市弄的也很那个 很干净 对 很整齐 人们也很有教养 是 对吧 嗯 尤他应该说在所有的州里头 是属于最安全的州之一吧 是吧 呃 如果他不敢说排第一 那个是 没人敢说排第一了 对吧 就属于这种状态 这很安全 第一是当风啊 盐屋城的市中心 这个非常宏伟的建筑 这就是摩门教的总部 我 旁边就是银行 各大精神机构 这么一看就知道 摩门教的确是 还有钱 据说他们要把这个 家庭收入的10% 给这个教会 教会呢 统一运作 他们也会投资 所以收益还是不错的 整体来说的话呢 整个这个尤他摩门教 是非常有钱的一个机构 在美国 位于这个Temple 这个街角的地方啊 和主街这个交配的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摩门教的会议中心 这个有一个瀑布 我们可以看到从侧面 那个尖塔下面留下来 据说这个会议中心里面播放音乐 或者开音乐会 非常棒 现场的效果 在圣殿的左前方 就是杨百汉的雕像 当年杨百汉 那你地方 对 来到了西部 来到了盐护城 在这里 扎下了根 然后创业 然后把这个 摩门教进行的非常的大 它是真正的 盐护城的 这个先驱之一吧 所以这个的确是 摩门教呢 那时间现在来讲的话 呃 在盐护城啊 特别是犹大洲 呃 基本上 就说这个 整个社会啊 他们渗透的 这个管理的方方面面都比较深 比较广 我们来到了我们叫会议中心 大厅里 真是建的非常不错 里面正在演奏 呃 风琴 我呀 这个建筑非常的宏伟 这儿有人在演奏 哇这声音 非常的震撼 哇 这个大厅太大了 哇 哇 哇 嗯 嗯 嗯 哦这是那个模型哈 和内部的结构 哦 漂亮 修他的 国会大厦 其实是犹他州的议会大厦 修的跟国会山那个 国会大厦一样 嗯 其实你看我们在曼尼托巴看那个议会大厦 也是这种形式哈 走 拜占庭式建筑 原点 哎 我们将从这个议会的东门进去参观一下 议会是免费参观的 从那个角度看过去 绵延的雪山 多漂亮 多么壮观 还有蓝天 白云 好现在我们代表个哈州啊 哈德尔施政演说 我们准备加大这个投放福利政策啊 让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 美满的生活 甜蜜的生活 总之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下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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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你这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啊进入了犹他州的议会大厦 你要做什么 哇 这一回大厦 一层哈 各种名人画像 这个经常我们会在电影电视剧里看到的这个拍摄场景啊 一个白头鹰的标志 哇塞 哇塞 这里往上走 哇塞 金碧辉煌的 那一刻马上就到来了 哇塞 这大厅 哦呦 气派 哎 厂量 哦上面这画 哦呦 呦 太壮观了 哦呦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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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这边的人利用公共设施拍婚纱照 为私人服务居然也可以 这个画像画的就是当时尤塔州拓荒者刚开始生活的场景 看到了希望 都是这种光滑大理石 是吧 这上面好像我感觉这个都是铜的吗 是 是吧 对 丝滑的感觉哈 你看这个做工吧 讲究 有钱人家就是讲究 我这议会的这种法庭啊 议会大厅 议会的三楼 哎呀看看这漂亮的拱顶 石头雕花 以及这个拜占庭市的穹顶这块的壁画 太漂亮了 太漂亮了 太有意思了 这不就是阿甘正传里的那对吗 跑着跑着不不跑了 在这听的 这就是尤塔州的那个纪念碑公园 阿甘正传 对 我这整个看过去 非常的大 非常的气派 牛 牛牛 牛牛 我是第一次进入这种 议会大厅哈 议会开会的地方拍摄 哎呀 很新鲜 嗯 那边还有工作人员在工作呢 小点声 外面走吧 别打扰人家 有他州又成为风潮州啊 这是盐吴城的麦德琳教堂啊 非常的宏伟 离着摩门教堂 没多远 教堂的后院 正好把太阳遮住 哎 这里凉风 熙熙 在走了一段路以后 在这凉凉 非常的舒服 这个小院子里的还有一个喷泉 正好也增加了四四凉野 教堂的内部 气势 恢红啊 哇 太壮观了 这里刚刚举行完仪式 这是个天主教堂 这个天主教的教堂修的都是气势宏伟啊 而且都是古建筑 这个相对比基督教教堂一般都是简单一些 这个不花费劳富大众的钱呗 大家知道世界上最大的Costco的店在哪里吗 哎 现在几小答案啊 就在盐湖城 就是我们来最大的Costco来转一转 这家Costco之所以最大呢 因为它面积 已经达到了23万平方尺 就是2万多平方米啊 我们进去看一看 这Costco真是一眼望不到边啊 太大了 我们现在坐在餐饮区尝尝它的这个特产啊 这个加拿大没有 对吧 Chicken Bake 不是Chicken Bake Chicken Bake 而且呢 大家注意到没有 从镜头里看啊 不像多伦多 那多伦多镜头里一看 黑压压一片 这就没有这种情况 对 所以这个就不一样 所以这个 其实这个离开多伦多一对比啊 就很多事情 就非常的明显 现在多伦多人民的日子不大好过 我觉得原因 多伦多 整个家呢 都有这个趋势 反正是 走的哪都黑压压一片 这就好多了 吃鸡的同志们注意了 你看那美国的 这个Costco的烤鸡啊 4块9毛9啊 还是很便宜的 哎呀 整羊 这整羊 折这个美金的话 3块4毛9一磅 划算 这烤羊肉串 这烤多少啊 或者来之 烤全羊 逮捡 再扣着加点油 这边的油价是3块5毛4一加仑 差不多8毛多美金一升吧 油他州的这个油价呢 跟那个黄石那边比呢 稍微便宜一点啊 因为黄石那边差不多3块8一加仑 哎呃 总体来说呢 还是比加拿大那边便宜一些 哎 总体来看的话呢 如果把美金换成加币 实际上这个美国超市的 抠头超市的物价呀 和加拿大那个抠头超市的物价差不多 呃 但是呢 考虑到人家这边是美金 再一个收入可能比加拿大还高 所以呢 实际上花美金还是很舒服的 挣美金刷花美金在这边还是很舒服的 哎呦 这个盐湖超这太阳太烈了 嗯 感觉的 真是这个美国这个太阳跟加拿大太阳一对比 嗯 明显这边热 嗯 靠南吗 哎 靠靠这个整个的物价啊 嗯 和加拿大其实差不多 差不多 有的物品稍微便宜一点 嗯 这个整体差不多 对 好 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此结束了 嗯 这个我们看了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抠股 然后就回家了 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收看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拜拜 欢迎关注点赞